赵敏死后,张无忌再次邪后黄山女,二人双剑合璧击败当时第一魔头。 秦庸在后继里学到,张无忌最后没有选定自己的配偶,我一直相信,历史并非命定,充满了偶然因素,人事也是这样。 张无忌最后与赵敏前往蒙古,从此不回中普,但如出现其他偶然因素,周芷若可能去蒙古找他,他可能和赵敏同去波斯找小赵,可能为了明教而不得不独自回中普办事,不难看出秦庸的言外之意。 他认为,以张无忌优柔寡断的性格来看,他和哪位女子成婚都是极有可能的,而张无忌即便带着赵敏归以蒙古也不可能在那待一辈子,依旧会为了其他事情再一次踏足中普。 另一方面,由于陈有亮是真实的历史人物,秦庸没有将他写死,加上陈有亮是一个心思甚密,诚服极身之人,只要踏到了奇遇,同样能成为与张无忌比肩的一流高手。 张无忌退出中原之后,陈有亮担惊竭力地寻找关于张无忌的一切信息,历经多方打听,陈有亮得知了张无忌当年曾跳入昆仑山的悬崖,而那一本镇谷说今的《九阳真经》或许就在崖底,功夫不负有心人,陈有亮如愿以偿地来到张无忌当年坠崖之处。 凑巧的是,当年张无忌离开悬崖之时,曾将《九阳真经》包好藏在一处小洞之中,还在洞外的石壁上刻了几个字,张无忌买惊竭,陈有亮顺藤摸瓜,很快就找到了《九阳真经》,陈有亮的武学天赋不容小觑,他仅仅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将《九阳真经》禁属炼成,从此,世间任何高深墨色的武学,在他面前都成了稀松平常之物,炼成了《九阳真经》的陈有亮并没有就此满足,他秘密潜入武当山,从瘫痪的宋青书那里 得到了《九阳真经》,一个是以阳刚为主的《九阳神经》,另一个则是以柔克刚的《九阳真经》,然而陈有亮竟发挥了奇思妙想,将这两本秘籍刚柔护己赛了一块,成了百年来难得一见的矿石高手,神功大成后,陈有亮仰天长相,张无忌此仇不报事不为人,数月之后,身在蒙古的张无忌突然得到了张三丰驾鹤唏嘘的噩耗,为了吊咽张三丰,张无忌当即带着赵敏动身前往武当山,却不知踏上了一段波鬼云角的江湖之路, 陈有亮机关算尽,他料定张三丰一死,张无忌必定会再次重出江湖,在陈有亮的守株带兔之下,张无忌带着赵敏果然出现了,随后的陈有亮有恃无恐,他仗着九阳九阳的威力,率先对张无忌发起了进攻,百招一过,张无忌历史选项还生,原来,退以蒙古这些年里,张无忌和赵敏如交四期,宝藏于水之欢,不仅荒废了武学,还失去了童子之身,没了童身的加持,张无忌的九阳神功大打折扣,即便张无忌还有炼 甚至第七层的乾坤大挪衣,以及张三丰亲自传授的太极拳剑,但在陈有亮灵力的攻势之下,张无忌不由的手忙脚乱,只听波一声响,张无忌胸口被陈有亮一掌打中,当即鲜血狂喷跌倒在地,陈有亮眼见张无忌远不是自己的敌手,不由的哈哈大笑道,张无忌,你也有惊天,为了避免夜长梦多,陈有亮大喝一声,对着张无忌的天灵盖又排出一掌,喷一声响,引人被陈有亮击飞,咪咪,张无忌大叫道,原来 赵敏眼见张无忌就要命丧陈有亮之手,想也没想就挡在了张无忌的身前,无忌哥哥,快,快逃,赵敏倒在血泊之中,说完这句话后一口气提不上来,就此绝命,陈有亮,张无忌挣扎地爬了起来,他并没有听赵敏的话借机逃遁,显然要和陈有亮以命相搏,就在这千军一罢之时,呼着一个黄银闪过,张无忌被人救走,此人正是神雕侠侣的后人黄山女,他将受伤的张无忌带到了古墓,然后将她放到了寒玉床上, 试图为她运功了伤,张无忌受伤击中,黄山女给她除下一裤,自己也脱下黄山,二人四掌相抵坦诚相对,数十阵之后,张无忌头上白眼鸟鸟鸟,随后呕出了一大口鱼血,吐出鱼血之后,黄山女拿来古墓的蜂蜜替张无忌服下,在黄山女的悉心照料之下,由九阳神功加之的张无忌很快就有了起色,孤男寡女同处一室,张无忌不由地对黄山女服想连偏了起来,加上黄山女本就对张无忌充满 好感,如今又脱下一扇,替张无忌运功疗伤,二人肌不相亲,日久生情,互相喜欢上了对方,不过恶人未除,张无忌和黄山女还是暂且放下了轻轻我我,二人开始商讨对策,如何除掉陈有亮这个大魔头,黄山女认为,张无忌九阳神功大打折扣,远不是陈有亮的对手,当今之际,唯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修炼杨过小龙女留下来的全真剑法和玉女剑法,黄山女在古墓待了多年,早就将玉女剑法练得滚瓜烂熟, 张无忌的乾坤大挪以一把通万法,也只花了一个时辰就练成了全真剑法,随后,黄山女带着张无忌在古墓练起了双剑合璧,双剑合璧需要男女双方互生情素,情意绵绵,而张无忌和黄山女本就情素暗生,在练剑的时候,二人更是四目相对,爱意更胜,在双剑合璧的加持下,张无忌的全真剑法和黄山女的玉女剑法配合得滴水不漏,很显然,二人的外攻境界已练到了正主朔金的境界,为了提升内攻境界, 黄山女又带着张无忌来到了独孤求败的剑中,二人不断服食扑思驱蛇的蛇胆,将内攻练到了练武可练境界,一个月后,张无忌黄山女迎来了和陈有亮对决的日子,张无忌的全真剑法,在九阳神功以及乾坤大挪依的加持之下,威力惊人,剑气所到之处发出嗡嗡声响,死龙吟又似虎啸,黄山女的玉女剑法同样精妙无比,每剑使将出来都有轰轰雷声, 在张无忌黄山女丝丝入扣的双剑合璧之下,陈有亮的九阴九阳处处受制,随着陈有亮一声惨叫,张无忌手中长剑也刺中了陈有亮的弹中学,同时黄山女手中长剑也刺中了陈有亮的气海学,陈有亮死后,张无忌跟着黄山女钻进了古墓,从此过上了献煞旁人的归影日子。